你的生活你不懂 你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我经历沧桑 我理性沧桑 他说的准气 音乐的好坏有绝对的标准吗 因人而异 是因人而异 但是 时间就是衡量音乐的标准 就是哪个有生命力 哪个就留下来 其他的东西都白说 你说什么都没用 再有知识都不行 看来衡量艺术 有一个金标准是时间 是时间 对 我觉得金钱不能衡量 比如说美术作品呢 就有金钱现在 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收藏价格 这个 我特别不认 比如说比加索 就比特别高 当然我说这话 肯定很多美术专家 会跳脚跟我 就跟我说马洛一样 一定有很多人跳脚 但是我就是这样认为的 一定是因为 这个金钱 扭曲了人们对价值的 衡量标准 而音乐 从来不可能被金钱扭曲 这就是音乐 比其他的艺术形式 要更单纯 更神圣的原因 音乐不可能被金钱扭曲 不可能 哪个音乐是因为卖的高 所以流传下来 没有 它没有市场价值 你不能占有这个音乐 可是艺术作品可以占有 这幅画我拿到家里是我的 对对对对 那音乐不行 那您对现在这个 比如流行歌曲 那就是商业目的的 这种音乐怎么看呢 商业目的是 他因为他卖 卖钱是因为这些人特别多 但是他的流行生命力 也就是这些钱 不影响下一次 这个东西的价值 不影响十年之后 这个东西的价值 更不影响百年后 这个东西的价值 那比如说 在这个音乐上讲 能不能讲邓丽君 他是经典的 他相对来 我个人认为 他就是相对来说是经典的 因为他的音乐 说不出来 有一种很强烈的 做一个真的活生生的人的精神 就像麦克尔·加克森一样 那也是活的一个人 对 你无法替代 您有这个鄙视链吗 您觉得这种所谓古典音乐 流行音乐 没有 做好哪个都特别难 都比是 都比是 不是 经典 是好的东西 它绝对不分类 不说这个是流行的就差 不一定 你要做一个好的通俗音乐 是一样困难的 做好的脱口就是一样困难的 对不对 太困难了 都觉得说好听的歌 好像就能够传唱的歌 越来越少了 但是与此同时 网络上又是太多太多的那个音乐 但是你都记不住 就是 您对这种怎么看呢 我真的没有看法 因为我会看到很多 特别有文化的人 然后知识分子 对一些特别无厘头的烂玩意儿 喜欢的无底头地 我就很无论 是是是 你对这什么神曲 就是人为什么需要音乐 包括那为什么需要这些个神曲呢 但是我还是相信 就是说 这个音乐的生命力 不以你现在是喜欢还不喜欢为标准 还是一个生命力本身 它内在的一个基因导致的 它会有更强的时间延续性 你无论你今天有多少人喜欢 你就像一个流行就是明星一样 对吧 为什么最近这几十年 流行这个明星的时间越来越短 生命力时间越来越短 对 对吧 那就是流行文化本身的特点 就是消费完了 我就不想再吃 我吃饿去了 我高厚了 对对对 但是一些经典的东西 就可以永远留下来 音乐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但是它就直接作用于人的感情 您就说我们这么一个物种 干嘛需要这样的一种 有组织的 有秩序的这样的一种声音 而且好像我们是灵魂里的需要 这个太哲学的问题我真的回答不了 但是我知道音乐这个声音 就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什么 单音和弦它的频率 实际上是与大自然直接相关 这个在这个其他艺术里不存在 也就是声音这个艺术本身 单纯的存在 就和我们大自然的存在 有同样是长的时间 比如说自然的风声 自然的雨声 自然的水声 一滴水下去 如果你去测量它的频率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频率 与你在钢琴上弹奏一个音 所出现的那个泛音列 是一个道理 它是取自大自然的声音 这个是人在创作过程中间 一种老天给予的本能 让它完完全全符合 自然界中间那些声音的规律 也可能这个感受就是从这来的 我这个不知道 因为并没有一个科学的调研的一个结果 您讲的这个就是庄子的认识 就是庄子讲天籁地籁人籁 就是这个自然的 对啊 我在法国就是在这个 现代声学音响学的研究院实习 那个时候 我才第一次了解到这个现象 然后在那个80年代的时候 西方法国有一个学派 就叫平谱学派 平谱学派就是根据这个频率 自动震动的声音来结构一首作品 那这个平谱 就是我说的这个 就是这个一滴水 出来那个平谱的规律 与声音出来那个平谱的规律 是一模一样 所以就会跟我们产生共振 对 有可能是这个道理 是有可能 有可能 就比如说 如果你拿手抓黑板那个刺耳的声音 可能在外星人听来还挺好听的 但是人类就完全不齐 是吧 对对对 可能我们人就接受这个频谱 对 我就说中国 老讲礼乐制度 要靠礼来治理国家 这你能理解 但为什么是乐呢 它为什么不是绘画呢 为什么不是雕塑呢 然后我就看那个《史记》里面 这个司马尖他有一个专门写乐书 它里面就重复很多次 就是这个乐呀 是这个发自心中也 对呀 就如果反正的话 吉康古说 唯乐不可以唯物唯 就是只有音乐 是不能撒谎的 是不能作假的 他是新生 阿代咱们聊天 经常撒个谎啊 没事 但是音乐 如果撒个谎的话 这个音乐苍白无力 大体的这串的音乐 对人毫无影响 对 全部都是糟粕 但是看起来却很宏达 是 言为新生 你就觉得陈老师的心 就特别干净 你说这个时候 我心里会发抖 为什么呢 因为我对自己要求 我觉得远远没达到 三行五身 这个处女座呀 真是眼里不如沙子 很难受 就是现在的那个网民 还是有挺强的那种 反英雄 反权威的那种意识 反倒是那种 你看你们脱口 最多的都是歪着个肩膀 大家看着就 很喜欢他们 很多人他可能 都不一定是服饰 可能就是平视 对 平视 对 其实很多人的那个劲 他那个劲就是那种劲 对 就是有点丧 有点没能量 但是其实心底是不服的 不服输的 他肯定是不喜欢一个人 完全不参加比赛 但他要喜欢的是 一个人参加比赛 又有点怂 又有点丧 但是我还要比 因为那个跟他的生活很像 我 我哎呀好累呀 但是哥们还是不服输 我还是想改变我的命运 但是这个过程真的好累呀 我真的有点不想干 就是其实跟他的心态挺匹配 哎 你讲的很深头 现在大家对于这个 爹味的那个侦察度 敏感度非常高 真的 就你千万不要告诉我该怎么做 千万不要对我说教 每个人都有一种 我的生活你不懂 你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我经历沧桑 我理性沧桑 他是我的嘴涕 比如说就是老板可能会叫你加班 每天加班 然后加完班 就可能突然看你说 你怎么还不交男朋友 你怎么还不交女朋友 我天天加班 我去哪里交 我人都看不到 我就在这 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就这些都是他们想发泄 憋在心 但他不能说 他得靠一个人有共同的经历 他告诉他说出了我的心中话 就我希望我听到一些不同的呀 因为你的底层逻辑是稳的 你有一个基本盘在那 但很多人他的那个内心的基本盘是不稳的 任何跟他不一样的东西 对他来说不是一种不是一种增加 而是一种冲击 对 就夸一下我这就没了 我有时候也是不太明白 我就我感到有一些人有那么一种倾向 他反而是讨厌不同 是 敏感不同 就你一旦说了点什么 跟他的认为不一样 他有点视你为 马上对你产生敌意 但是不一样 这不正是学习的好机会吗 他为什么不这么想呢 像这个苏格拉底对吧 那他的基本盘就是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认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我就是可以去讨论一切问题 我喜欢听每一个人跟我说 你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是最结实的基本盘 就是不是说我有什么 而是说我我知道我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对 所以我愿意听到不同的 对 那你说的这个没基本盘的呢 反倒他很有基本盘 他知道点去 对 我就靠这点东西了 我就靠这点支撑我了 是是 真的是这样 他一定得是知道点有点啥 他才很害怕 他才守住他 不想让他被迫 要不然他觉得自己一无所有 他不知道自己存在价值在哪里 我觉得就会影响到他自己对自己的人 我特别喜欢琢磨很多那个流行词 我觉得挺有 你看你们刚才讲一个嘴涕 我最近还老琢磨一个什么呢 就是他们老说这个 奇末是脱口秀的天花板 是吧 你发现没有 老最近 就是人们形容好多东西 都说谁是谁是天花板 其实我当然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自己觉得呢 就为什么 我们头上难道是天花板吗 我们头上不是天空吗 我们头上不应该是没有遮拦的天空吗 我说这显然看来都是住楼房的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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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语权被我们都市人给掌控了 对吧 这怎么就是我们头上干嘛应该是天花板呢 对吧 无论是他还是你 你们都应该有更远的更高的天呢 而且什么事都是无止境的 其实用那个网友当时评价我的话就可以 就是什么天花板 一楼的天花板吗 地下室的天花板吗 你就说板上有板 你看我们北岛当年写的那个诗 就是说打破天花板 就是说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坠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你看望过去不到头是吧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望将来也是无限的远方 说明大家活得都有点压抑 你发现没有 头上都是天花板 不敢不敢不敢远看 就为什么不走到院的里呢 他没po着 acknowledged 自言 復带 咱很 虐 去